各位好,现在我要继续一个很简单的四谱的教学 关于四谱,很多人会对于谱有一点下意识的排斥 就觉得谱应该很难,这个四谱的过程很麻烦 这当中有一些误解,我会在接下来的课程里面慢慢的为各位做一个厘清 那在这边我先简单的说明一个点就是 音乐它其实就是一种语言 我们在学习语言的时候,你会接触到听、说、读、写 这些环节 那试谱它就是音乐里面的读跟写 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等一下我们把它想成是一种语言的学习 你会觉得其实蛮简单的 它比我们学过的任何语言都还要轻松简单许多 我们现在要介绍的第一个音符 今天要做的是音符的介绍 我要介绍的音符是四分音符 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为什么会叫做四分音符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四分音符的长相 它是一个 一个圆点 我们会说这是符头 不是符头,是符头 音符的符 然后有一根直线在上面 我们会说这个叫做 有人说符杆 或者是树杆的杆 符杆都可以 这样就是一个四分音符的长相 英文叫做quarter node 那叫做四分音符 它事实上是有一个相对的音符 相对某一个音符 它的时间的长度是那个音符的四分之一 所以叫做四分音符 那这个是相对的四分之一 这个完整的那个音符 就叫做全音符 它全音符的长相是这样子的 就是一个空心的一个圈圈 那这当中就没有那个直线 就只有一个点 一个圆圈圈 就这样子 这个是全音符 quarter node 然后这个是四分音符 quarter node 在这两者之间呢 还有一个就是二分音符 二分音符是 它的时间的长度 我还没画出来 二分音符我先画下来好了 看起来像是一个全音符 但是它多了一根 符干 在这里 所以 你可以这样讲 它这是一个比例 全音符的时间的量 是二分音符的两倍 然后全音符的时间量 是四分音符的四倍 这样的比例 你大概知道了以后 就自己去做搭配 比方说 二分音符 是四分音符时间量的两倍 那 这个 它是 四分音符是二分音符的二分之一 这样来来去去的 你自己去比对一下就会知道 就知道了 只要有一点简单的倍数跟分数的概念 你就会晓得了 然后 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我们会以四分音符 作为一个标准 因为你想要表现比较长的音的时候 你有二分音符 以及全音符可以选择 如果你想要表现比较更短的时间的时候 你有其他的音符可以选择 我们先来介绍八分音符 它一样是一个十心的 一个符头 然后 一样符干 这看起来像四分音符哦 所以它再多加了一个尾巴 这样就是八分音符了 八分音符它的时间量就是四分音符的一半 然后再来一个十六分音符 十六分音符的时间量是八分音符的再一半 它的特征是它有两个尾巴了 可以画成这样子 当然我是手写的 所以你会看到印刷的版本上面 可能会有一点点长相的细微差异 但是基本上都是可以辨识的 好 现在我要透过这个 用线条来表示这些音符的长度的差异 我先画一个直线 用这个来表现时间好了 表现这个是一个时间的长度 现在这条直线 如果它是一个全音符 那二分音符就会是它的一半的时间量 它的时间的长度 大约在这里 好 这是二分音符的时间 然后四分音符的时间量就在一半 八分音符就在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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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分音符在一半 用这样子的想法 所以一般我们会听到说 以四分音符为一拍 八分音符为一拍 那是以多少样的 多少长度的时间量 为一个拍子的基准 但是这样讲好像没有办法讲到 跟歌曲的速度有关的 因为有的歌曲你可以唱得快一点 有的歌曲你可以唱得慢一点 同一首歌 你今天唱跟明天唱 你可能会用稍微不一样的速度 但是在音符上面都是一样的 今天先讲到这边